为牵工所 使用作用作用 比赛之后 现在我觉得整个人通过一代 它就是用 点击 把那个... esters 找你的 咱们国家大家也知道 国土面积第三 但人口第一 它这个每年1700万 今年好像预计要1750万 因为二还缓台是高,发并数量1100,这个是怎么算的,欧美发并率加上咱们国的初中人数,不是咱们国家,真实发并,这是一个Astimacy,New K6P事业,Not a real New K6P事业,感觉上在大会上来,参加会也充满了,好几个专家也感觉咱们国家发并率要高上了,Not a wide,No,But this time, 现在的法话是重了吧,没有种族差异,没有地域差异,没有性质差异,目前都这么认为,他们得到这个结论是因为在美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和移民国家,他们在不同人群中做的都是发并率之一样,但咱们国家没法怎么发并,太大了,而且并非常分散,我们国家也是这个病人的数量跟人口有关系,跟你居住城市没有关系, 哪个地方人口多,哪个地方发并率有通,我们国家曾经有一个上海地区的一个主要调查,发并率是11800到23600,这跟欧美基本是接近的,与性别无关,目前我的额道数据确实跟性别无关,但是与种族无关,我打了一个30码,一个问号, 为什么呢?感觉还有咱们国家,黄种人的,咱们国家最短,所以那国自动脉发并率高,麦克能脉发并率,感觉啊,以后将来,真正数据目前是没有的,这就是统计怎么统计出来的,1100,就这么统计出来的,出生率,然后预计出生人数乘以, 这是1600万算,1600,这么算出来的,我们看印度,印度他们人口少,但他们出生人数据,他们每年人口比较多,2000多,所以我们看到,真正说上百的,你看美国,不到300,咱们其他的尼利亚,人口也是,人口以印度,印尼也人口,这些都是, 我们国家各省人口不一样,所以人口多的,这个不用找,我最后全,每人发一个邮盘,我把我所有检科全给大家,但是大家把自己的邮件地址,address,留下来,到时候他们会发,每个人发一个,把所有检科内容,还有后包出来的内容,内容。 我们国家的报道,我查了华西医院的报道了,80到2000年,20年238类,就算分散,20年238类平均每年十几年,中山比较多,这是七六到九一九,也二十几年一百年左右,五万科院多,我们家也有,但我们没看到,同仁,你看平均下每年二十几年, 很多医院一年三五一,有没有报道了,学康,你知道你们医院发的文章有多,就是每年大约多少? 嗯,不大约一道吧,不大约一道,可以看,这是我做的,06年到11年,我的病人不代表发病率,我就知道,不代表问题,大家看这个图什么意思呢? 看多的,河北,山东,河南,人口众多,有一个病人,所以病人众多,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人口大省的医生,一定要注意这个,每年,你们省的就不省。 嗯,分明二十几年院的消息室,在我们的学习时候回忆了,他到现在两年多,已经收治了,接近一百个新法病人,不是没有,确实有。 他原来没有做这RB的时候,一年两三年,现在开始做了,一年的时候四五十年,这个病是有的,大家主要开始做肯定都有。 我介绍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些资料,我们看我们的单眼,双眼,发病年龄,其实跟美国差不多。 单眼,二十七个月,对,双眼,反应到十五个月。 这个发病年龄,这叫诊断年龄,确实说,诊断年龄,发病年龄,没有人大,还要早。 诊断年龄,其实跟他们差不多。 这些数据大家可以引用以后,正式发表核本章可以引用以后,自己写文章都可以引用。 如果需要,还跟大家说一下,在会议之后呢,这个专家会提供一些, 这些文章可以用,这都是全文章。 我们过去呢,大家也都知道,眼外提过,病人来的时候。 而治疗方法呢,都是眼睁,我相信在做的,只要做RV的,都做我眼睁,我也一样,从眼睁开始做起。 死亡率高,为了说死亡率高呢? 你如果在城镇多年,就是说成人,RV之后,存活的,哎,或者是他真的很少。 施房率高,第二,这活的也真是活,能活下去。 而且那是系统化来分享,这是真正的系统化的。 昨天杨花生教授也讲过,他们这开展过。 但是,不是一个常规的,一个完整的系统化。 同样一个,而对付,也有一个一定会给党化了药, 但不是一个标准的系统化。 所以很少。 在保养率,没有看到,我想应该在09年以前,应该没有保养率这方面的保护。 有,全是个案保护。 那时候实在太长,没有什么一次保护到70个保养率。 这里就给大家一个很直观的。 我们看单眼,发病人数最多的呢,两岁左右。 两岁以内,就是一到两岁,两岁是最多的。 而双眼呢,只在一岁里面。 我们看到这个病。 所以,从发病人数的最高绝对值来讲,是单上眼只有一定的差异。 红的,可以留意一下。 这里呢,我就提一个占比。 为什么呢?就是在一岁以内,看个压比。 50%可能就是双眼。 千万别露出。 我的数据显示就是单眼四十九,双眼五。 如果这个年龄在一岁以内,一定要查这一点。 千万别说,你就是一只眼。 你这个年龄露掉了,那很麻烦。 而且,我们三岁以内的比例达到百分之八十四。 比如说,这小孩,基本上的小孩应该是多。 五岁呢,我们看到九十五,六,不过三五岁。 所以,小孩的眼睛有问题。 一天哪,别挖回来。 看着男孩五十五,五十六,女孩四十四,感觉男孩比女孩高。 实际上,就是我们国家人口,比你失调到什么。 大家在中南京有很多地方女生。 所以,比起跟同年龄组的儿童的性别相比,它是一样的。 所以,男女性别没有差异。 单一,它双眼比例二比一。 这个,从unilevel compare to the bilateral to compare to one. 对,二比一。 这很肯定。 为什么我一直也懂目的道理? 你昨天发明英语,data shows the same portion of the bilateral and bilateral. 非常肯定。 你数量越多,越肯定。 这个不可能。 如果有人可以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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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什么,单一,就是二。 这里边呢就是症状。 我优了两个forst presentation,就是手花症状。 我们要把他们七十三都白肯定了。 斜式站到第二了。 这对英文和调报道也不一样。 他们好像演过突出站第二了, 但是站到他高比例,可能二十多。 但是它可以因此两种可思考一看。 看看我们的认识。 我说的是第二个forst presentation。 基督症,白瞳、假鞋士,百分八手兵力都这样表现 包括检发症状,也是以白瞳的 但是,检发症状的第二位就是实力下降 假如又打上卡通促速抗肩 其他的比较少 这是诊断 平均诊断年龄 或是诊断年龄 可以确诊的 白瞳症占到73.8% 而斜式呢 我们在三个月以内 从首发症状 到 to the diagnosis 我们看三个月以内 白瞳症是一半 而斜式如果 百分十四的 7个月以内 斜式delay diagnosis 非常明显 所以就是提醒我们 鞋士的时候 千万别露 因为我们国家最大的 露着在哪 在鞋士 而不是白瞳 白瞳一般 三个月以内 百分十八十都会到决裁 但是鞋士 可能拖到半年才 这是非常麻烦 我们看呢 除了实力下降 鞋士 三个月以内 百分十八十个月都会有 充血的也是 眼睛一红 假长很快就会来 但唯独鞋士 可能要么 假长不再也要么 就是麻烦 这是一个发表的文章 发展中国家 Korea 伊朗 都发展中国家 我们看到 从单眼 A7 都是点 臭美的 早期病例 单眼的发现出来 我们发现 早期A7的都是双眼 一只眼 一只眼 重这一点才发现 但是我们会再看到 如果看到 D和E 我们站到还好 86 73 80%以上 双眼 单眼呢 单眼D7 E7 98% 98.5% 如果单眼病人确诊的 早中期的诊断 早中期的诊断 能把人秘密 那就意味着 早中期的保养率 就会把人保养 保养率 跟这个有非常大的关系 可是现在我推进 到辉助保健 辉助保健协会 他们的 702眼睛宣查 也是 能够更多的发现 感谢您的观看